好,那第三章開始呢 現在我們看到你們熟悉的運動學 這個叫做One Dimension of Kinecti 是異微的動力學 這個Kinecti是所謂的動力學 所以你們這個以後常常看到的是 動能用大K來代表 對不對 那這個位有的用E有的用P 那基本上是異微運動動力學的這個意思 好,所以One Dimension Kinecti是所謂的異微運動學 那也就是你們之前學過的東西 但我們很快的來複習一下 複習一下 好 那首先第一個要講的是所謂Particle Kinecti是所謂的直點運動學 Particle是 直點的意思啦,他的意思也可以 那基本上這個我們講的是直點 那這個 所謂的這個動力學 這個動力學 他所謂關心的 就是關心的東西是什麼呢 是如何去描述物體在 空間跟時間中的運動 這個動力學 講的問題是這樣的問題 好,那所以呢 這個動力學我們在 記得我們在開始在 這個introduction的時候有講到 前面有很大的項目在講 這個運動學的時候包含了三種最基本的運動 那第一種叫做translational motion 就是所謂的平移運動 也就是說怎麼樣 我們所有的物體 這個物體中的所有的部分 比如說我真的在動的時候對不對 我全身上下從頭到腳都是跟著我一起動的 經歷一個什麼 相同的位移 位置上的相同的改變 這叫做平移運動 好 那運動學的第二種呢 叫做所謂的轉動運動 也就是說我這個身體有一部分 它怎麼樣 變動的什麼 變動它是orientation orientation 就是方向 orientation 在訪問中 比如說這樣旋轉 這樣旋轉 那旋轉呢 就是所謂 就是改變我的方向 改變我的方向 比如說我手臂這樣 反而是向那邊 那現在轉過來這邊 我的方向就變了 這叫做rotational motion 所謂的轉動運動 好 那第三種運動學 常常叫做vibrational motion 所謂的振動運動 就是我的這個東西呢 它的形狀 或是大小 它經歷了什麼 一個所謂的這個有節奏性的 semantic 就是所謂的這個有節奏性 這個是什麼 運動 或者是什麼 有有有有 這叫什麼 節拍性的 的運動 叫做這個 這個 這是一個東西的形狀 可是凱皇它本來就是這樣子 然後突然這樣伸縮伸縮 對不對 那不一定是凱皇 這個東西它叫做 節奏性的往復運動 那我們稱為振動運動 那其實你們以前學會 學會學會都包含這三種 但是 沒有把你們分類成這個 這樣子的清楚 我們運動學 就是移動、反動、振動 這三種 那以後你們讀到這個 氣體動病論的時候 告訴你說為什麼氣體 為什麼PT等於RT的時候 那就會提到 氣體的能量 氣體的能量 包含了這三種 包含了這三種 所謂的PT等於RT 然後這個 它的氣體的這個能量 要考什麼M分之3KT、M分之3RT 開更好 有沒有 看一下 它的速度什麼M分之3KT 或是M分之3RT 對不對 或者拍了什麼M分之3PT 對不對 那些公司就是 考慮這三種運動出來的 考慮這三種運動 好 那我們動機學 基本上是考慮這三種 所以我們這學期 這三個都會把它講到 那我們首先要講 這個所謂PT Translational Motion 好 那我們來看 所謂這個一維運動 一維運動 它基本上就是說 我的這個移動的方向 是沿著一條線 那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移動 這個移動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 是一個什麼 Single Point 在一個點在運動 那 好 現在自己的路由是對心 之後 直接都不停波了 好 好 沒關係 那個我們的運動 所謂的這個 Translational Motion Translational Motion 它基本上呢 這本來應該是一台車子 你把它當成一個直點 然後一條線去做一個運動 那因為呢 這個車子的全部 車子的全部 都是一起動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 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點 一個點 大概概念是這樣子 好 所以呢 如果以這樣的一個概念 開始出發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討論 一個東西的移動呢 它 所對應到的問題是 什麼 第一個 Electronical的變化 就是所謂的位移 Displacement 第二個 我位移所對應到的 隨時的變化的東西 是叫做 速度 Velocity 好 那這裡頭 再次提醒 我們要會講到 Displacement 跟Distance 是不一樣的 Velocity跟Speed 是不一樣的 我們再次提這個同學 在英文字上 其實是不同的 跟意義不一樣 好 那我們先來講 Displacement 跟Velocity 那 假設一個 部體呢 一開始的 initial 我們看到這個 英文字的下標 用I開始 就是initial的意思 就是一般指出 比如說 initial coordinate 就是所謂的 一開始的坐標 初坐標 initial coordinate 我們用 那這I 這個下標 就是這個initial的這個 第一個字 好 那我的initial coordinate 是 SI 那我末坐標 final coordinate 末坐標 是xf f就是final的意思 對不對 比如說 你常看球賽 決賽叫final 對不對 準決賽叫semi-final 有看球賽嗎 男生很比較知道 對不對 看什麼NBA看什麼 那就有這個東西 好 好 所以呢 final就是所謂末坐標 好 所以假設出坐標是si 末坐標是sf的話 那我位移呢 delta x 能選擇 xf-si xf-fi xf-fi 好 好 好 那我們從i走到f 這個東西呢 叫delta delta x 也就是xf-xi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那這樣的 這個delta x呢 我們就稱之為為 好 那不要忘記它英文字叫什麼 displacement 好 displacement 好 我可以這樣子直走嗎 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走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走嗎 對不對 好 那真正的這完整的路徑 像這種真正的這種完整路徑 這種路徑叫distance 它叫距離 所以在英文裡頭 距離跟位移 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了解嗎 距離跟位移 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所以在計算中也千萬不要問 我如果問這個distance 你可以問displacement 它可能對應到的值是不同的 它可能是不一樣的 好 那distance呢 如果是這樣寫的話 第一個它會告訴你一件事情 distance它永遠會是正的 因為它代表你所移動的路徑 對不對 那你移動的路徑 怎麼樣有負值呢 不可能嗎 移動一定是正值 對不對 不可能有負值嘛 但是位移可能有負值 因為位移我們有定義方向 對不對 位移我從這邊看起來 我現在正是0點 我往前走叫正 那我往後走就是負 對不對 但是以移動的距離來說呢 我往前走是E 往後走也是E啊 移動的距離 所以距離沒有正負 位移有正負 這一定要弄清楚喔 好 所以呢 這個distance 真實走的 什麼 應該說長度 應該說長度 整個時候長度 好 所以呢 有這樣的概念 distance distance 弄清楚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要講另外一個東西了 好 假設我在單位時間內 單位時間內 我從adent 從i 走到s 的話 i走到s 我花的時間 是data t的話 等一下 這個給它解答一個data s 再給它一個 誰在哪 data s 好了 data s 這個其實 這個其實應該有一個向量 這是存量 好 假設我從i走到f 我花的時間是data t的話 那我delta S 除上delta T 這個東西呢 我們叫做 speed 這個叫什麼 叫速率 這個叫速率 那上面這個位移這個地方呢 把這個 F 移動一下 上面這個地方呢 如果delta S 除上delta T 這個東西呢 它叫做什麼呢 它叫做速度 velocity 好 這就告訴你了 位移對應到速度 距離對應到速率 位移對應速度 距離對應到速率 速率跟速度的值不一定是一樣的 一個位移動 它的速率跟它的速度 尤其是平均 這個所謂的平均速度跟平均速率 兩個值不一定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我們常常速度速率會混在一起呢 因為通常我們會問你的速度是多少的時候 通常是指你當下那個瞬間的速度 對不對 你當下那個瞬間你不可能 突然扭來扭去走得很差的距離嗎 對不對 所以通常為什麼大家會混 speed跟 velocity 怎麼 velocity不見了 這裡有擋到是不是 就是稍微擋到 拉後面一點 velocity 跟 speed 有沒有 velocity 跟 speed 的差別 就是一個是出於位移 一個是出於距離 這個什麼距離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呢 一般為什麼我搞錯了 velocity 跟 speed 是因為我通常講順時 如果講平均的話 可能基本上就不太一樣 基本上就不太一樣 所以 average speed distance travel 就是我走過的距離 出場的時間間隔 那叫做平均的速率 平均的速率 好 這兩個分的心數白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OK 那這個值呢 永遠是正的存量 我們的速率 永遠是正的存量 那平均 那 velocity 先在這邊 那下一頁 平均的這個速度呢 我們速度是這個英文單字 velocity 平均的速度呢 是位移除上這個時間 那這個值呢 它是一個向量 它是一個向量 那就有分正負了 好 所以呢 假設我們今天要講說 它沿著x方向去做位移 去做位移的時候呢 那它對應到的平均速度呢 這個v average 就可以寫成 av就是average的意思 平均的意思 就可以寫 data x 就是我這邊形的 data x data t 這裡 好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那我們來看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一個 物體的運動呢 運動呢 我們通常可以用一個圖表來表示 什麼樣的圖表來表示呢 假設我今天的這個物體呢 是用等速度去移動的話 那我在xD圖上呢 畫一張xD圖 這個是x就是所謂的位置 y軸是位置 大概是0 x軸呢 是時間 對應的是這個秒 那如果今天我是一個等速度運動的話呢 我在xD圖上就會對應到一條直線 對應到一條直線 那為什麼叫等速度是一條直線呢 因為呢 我們這個速度呢 是delta x屬上delta t 什麼叫delta x 比如說我這個點 它對應到的這個x值 到這個點對應到的x 這叫delta x嘛 對不對 那這個點對應到的時間 跟這個點對應到的時間 叫delta t 那delta x雖然delta t是v嘛 那如果第一是常數的話 那這個斜率一定都要是常數嘛 對不對 就跟這條斜直線 斜直線 所以stride line是直線的意思 stride line是直線的意思 好 所以呢 這個速度運動 我的xD圖是一條直線 好 這個應該活動都學過了啦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 既然我們在講這個速度跟速率的時候呢 那我們來想想看一件事情 我們不管算速度的時候呢 我們既然是delta x雖delta t的話 那我們來畫一張圖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是0 假設我們今天 一個路在整個xD圖上 它長得像這樣子 長得像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討論它的一個平均速度的點 一個點在這裡 一個點在這裡 對不對 好 那我的時間間隔在這裡 所以這個叫做delta t 好 這邊畫過來 好 這邊畫過來 好 策劃 那如果在圖上的做法呢 它是去把這個叉子 跟這個比子 所以呢 事實上呢 我們在這個圖上 如果要算這個平均速度的話呢 你不要管它是曲線怎麼走 就直接一樣 跟我們剛剛畫那個空間的那種圖比 一樣就只要拉一條線 這條直線代表的 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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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等於什麼 delta x 圖上delta t 兩者是相同的 兩者是相同的 所以xD圖上 任何兩點拉起來的人要斜線 斜率就是它的速度 就是它的平均速度 好 像這樣查喔 根本是這樣的圖 然後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例子 這個 大概在2011年 還2012年的時候 還記得幾年前 有流行一個叫做 不老騎士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 這些老人就去換台嘛 對不對 好 這個是 很多年前 有一天老師 一時衝動 就從 學校出發 有沒有看到 走路在這邊 對不對 我就 走北橫 去北橫 從大溪的上去 走北橫 然後走走走走走 走到宜蘭 然後 再從北宜公路 這樣走回來 一天 就這樣走一圈 一天 一天 距有 距有多少呢 這段路徑長 230公里 230公里 細節我忘記 大概是230公里 我花了11個小時 花了11個小時 為什麼花11個小時 其實不用11個小時 其實這段路徑 這段路徑 你真的不用花11個小時 你穿那邊就知道了嘛 你穿在那裡 230公里 這時候 這時候算出來叫做速率嘛 對不對 230公里 然後呢 我花了11個小時去走 所以我大概 大概 時速是多少 20 20 20 大概20 大概在時速20公里 每天也消失 為什麼這麼慢 我們先回到影片的問題 所以速率是大概20個對不對 速度呢 0嘛對不對 沒錯 排空 為什麼這麼慢 因為呢 為什麼要特別講 因為這個山太難忘了 不是因為我照這樣一圈很了不起 因為其實我這個照很多圈 還要這樣玩 了不起的原因是因為 我大概騎到一圈之後 我扣插車線斷了 扣插車線其實也不是怎麼聊天 像有前插車就在扣 其實我出發前 我知道前插車已經磨光了 我想說我扣插車線就夠了 我到這邊的時候 還想這邊是下坡 可是也不信的是它是下坡 而且它下坡是什麼樣子 下坡就算了 有沒有人去過北韓的 從名詞那一段有沒有 下坡是長什麼樣子 自製型的把夾彎 全部都把夾彎 這截止把我嚇死了 對不對 下坡怎麼辦 下坡就要看前面有顆樹 對不對 車子滑滑滑滑 看那時候去踢一下那個樹 對不對 不然你會衝到山坡下去啊 對不對 所以那你的每一顆樹都沒有踢過 每一顆樹都沒有踢過 真的啊 或者踢那個山坡 不然你真的沒辦法 然後呢 我就 一路從這邊 這裡很長喔 我這邊大概騎了三四個小時 就這麼一段 三四個小時 就這裡 然後呢 騎這邊 闖了不少紅的 你殺不住嗎 其實好 招包有錄影怎麼辦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我不是故意要什麼呢 我就真的殺不住啊 對不對 就真的殺不住啊 那待會兒我們慢慢騎啊 就一路騎騎騎騎 所以趕快 這邊其實 本來我回去應該走山坡這樣 走比較直嗎 對不對 結果就趕快騎去羅東 繼續修車了 不然會不行 所以這個騎了超久 那後來我們看的原因是什麼 修好了 修好了 就走到北宜這邊 對不對 那照北宜的時候有故事嘛 對不對 那 這個去北宜的時候呢 那一天真的是 反正 隨時運多了嘛 對不對 再多 在那邊 就通不開 運氣嘛 我家在那邊拍星星 就站在北宜那邊拍星星 那這邊已經是晚上大概 七八點 對不對 那邊拍星星 那拍星星我嚇到很多了 因為拍星星相機是亮的 我整個在上面的水溝 照著臉 那拍星星就這樣 奇怪就這樣扭了一下 差點把人家 幹到那一場 對不對 好啦 這只是一個特別的經驗講 師傅跟師傅 今天就先到這邊下課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YK